我是一头猪,一头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被宰的猪 我本可以不写这封遗书,因为良心不安 我最后决定还是给你们留下这封遗书,也不枉我为主一事 回顾我短暂的一生,我并不后悔做猪 尽管人是这个世界最尊贵的生命 但我们猪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也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离开了猪肉,人类的生活和历史都将改写,是吧 不过我虽然不后悔做猪,却非常后悔在今天的中国做猪 如果我有来生,我绝不愿在中国当猪 如今的猪肉哪里还是美味,压根就是害你们健康和生命的毒品 不信你们就慢慢听我说 为什么说中国今天的猪肉是毒品呢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吃了添加剂的饲料长大的,是被摧肥的 为了缩短我们的生长期,增加我们的体重 以达到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赚更多钱的目的 我们的主人挖空心思,在饲料上做文章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是吃天然饲料的 一般要12个月才能涨到200斤 现在完全不同了,采用的是现代化的高速养住法 主人给我们吃的都是加了添加剂的饲料 从十几斤涨到200至300斤,只需要5到6个月 小时候,主人每天给我们吃两至三斤的饲料,分两吨位 饲料是用100斤粮食,拌几十斤添加剂配偿的 因为吃了这种拌有添加剂的饲料 在从10多斤到50多斤这个生长阶段 我们每天可以长一斤多肉 这时候,我们还有精神在猪剑中跑几圈 当我们长到50斤以上时,虽然饲料量没变 但每天长的肉却增加到了两至三斤,并且开始大量喝水 这时候,我们开始出现24小时,几乎都在睡觉的现象 除了进食时,被人打醒 为了让我们毛发发亮,卖出好价格 当我们长到100斤时,每天100斤饲料除半肉添加剂外 还要加入几斤化肥尿素颗粒 化肥本来是给土地施肥的 但主人也拿它来喂养我们 被快速催肥的我们,必须在200至300斤左右卖掉 否则我们就占不起来了 那么被加入饲料的添加剂都有什么成分呢 有低价的激素,有瘡,有本巴比驼等催眠真净药,有铜 激素可以刺激猪的生长速度 但低价激素对人体却有很大的害处 能使不到年龄的女孩子提早来月经 诱发老年人生病等 而肾是一种剧毒品 而催眠真净药则会使人头脑迟钝 总之,这些化学药物,化学之际被人体内摄入后 在人体内沉寂 势必对人体的生长发育造成极坏影响 诱发人体产生各种长期的不适症状 痛苦病症,以至于最终诱发癌症 既然如此,你们想想看 今天的猪肉不是毒品是什么 不要天真的以为我们的主人不懂这些 这一切他们完全清楚 所以他们是不吃我们的肉的 他们通常会养几头正常生长的猪肉 供他们自己和家人食用 另外,我告诉大家 我们的肝、血和肺 含毒素最多的 千万不要食用 如今这世道,人心变坏了 满脑子想的都是钱 作为一头善良无能的主 我不想害你们 却无法改变这一切 我能做的只是在离开这个世界前 把真相告诉你们 再见,大家保重 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多一人看到 就多一份提醒 转发提醒 感恩感德 没看够的老铁 可以点击微信添加朋友 选择最下面的公众号 搜索 顺着脱口秀 关注后看更多精彩视频 记住了 是顺着脱口秀 请不吝点赞 订阅